而在地方艺文活动的讯息 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花莲铁道电影院 睽违两个多月 终于在三月中重启第二年的常态播映 三四月份则是以笑闹留声机为主题 将播放多部经典喜剧电影 包含了《修女野疯狂》等等 而四月十号儿童节也将会举办娃娃车电影院 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欢乐看电影 欢迎相亲入席欣赏 临近东大门夜市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管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是花莲第一间媲美专业影厅规格的非商业电影院 常态播映迈入第二年 睽违两个多月 终于在三月十一日晚间 以放映万花西春 全稿三四月以笑闹留声机为主题 为影迷带来票选出的四部经典喜剧电影 重启开放影院 从三月四月开始 是我们今年的 就是重新常态营运 那这一期是第五期 我们的主题叫做笑闹留声机 笑闹留声机的话顾名思义就是 里面会有一些笑闹声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笑闹声留下来 有大人的笑声 有小孩的笑声 所以这电影院就像一个笑闹声一样 就是反映了这些片子 喜剧类型的片子 所以这当作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发想 即将在四月四号登场 叫做娃娃车电影院 那娃娃车电影院的话它是有点像是 我们让小baby可以陪爸妈看电影 那所以顾名思义就是 爸妈可以在这场 推着娃娃车然后来到电影院 然后抱着墙宝中的孩子 我们可以在电影院里面就是 自在欣赏电影 花莲铁道电影院的隔壁的一间店 叫做一奶奶的店 然后他们现在有赠票的活动 赠的票就是时代革命 那所以还没有看过这部片的人 或者是你想要二刷三刷的 都可以到一奶奶那边去跟她联系 免费手票 然后她可以在全台湾的电影院 看时代革命这部片子 为满足更多年龄 不同观影喜好的民众 今年重新规划应演单元 包含影迷票选的经典许愿电影 精选艺文电影来花莲首映的铁店特条 名人座坛分享的谁来电影院 岛屿缩影 以及适合亲子的走走电影院 另外在4月4日儿童节 也将举办娃娃车电影院 欢迎家长带小孩一起欢乐看电影 更多详情可搜寻脸书本事页 花莲铁道电影院了解更多 记得长方眼花莲师报导